曾秉把汉和部落雜貨店開幕 老闆帶領與會的人士開箱 欣賞空間改造的風格與設計 同時邀請在地的業者交流 有關在地遊城串聯 以特色商品資訊 之前也是做雜貨店 那只是空間還沒有這麼的完善 那透過這次東莞處的一些計畫 把汉和計畫我們就申請 然後把它做個改造 然後同時也做個吧台 然後我未來也會出餐 可能會出我最主推的就是打毒根泡麵 那當季有什麼野菜的話 我會加入在泡麵裡面 會用這個名字是因為 我從小我就在外地了 然後我是這幾年才回來 那我們為了懷念我們的媽媽 所以我們把店名命名這樣子 把汉和為阿美族休息的意思 東莞處所推把汉和部落雜貨店 主要將部落既有的雜貨店 打造成為新型態的旅遊置信站 希望提供旅人選購 部落公益 雜貨商品等 呈現部落日常無化特色 主要就是在希望可以在部落的空間 然後郵城有一個像這樣子的可以提供在地 部落郵城的一個很好的一個資訊的一個空間 然後同時也可以提供在地的一些部落的一些產業的一個平台 那另外我們還要喊人家是在於部落的一個旅宿的部分的環境 曾比把汉和部落雜貨店也希望將部落長者自己照顧的農殼產 和一針一線製作的傳統工藝品 融合進雜貨店展示空間 讓部落老人家的產品有更多銷售管道 同時也讓遊客認識產品的傳統文化之美 原始新聞訪問了台中產品採訪報導 志放 路由六斐張